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452个话题 56,681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四个字 公平正义吗 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百姓想要的吗 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 替他们讨个公平 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 这是2024春节当让无数观众感触最深的一部电影 整部电影深深讲述了当下社会法律与人性的写照 正当防卫 建议勇为 校园霸凌 惊霸欺压百姓 一直是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 看到最后才让所有人都明白 法律这两个字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 一个男人像条狗一样被铁链拴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而另一个男人提着裤子从屋里走了出来 原来两分钟前 他把这个男人的老婆堵在屋里进行淋漓 黑衣男子刘文京是村主任的二儿子 是村子里出名的恶榜 起因是王永强的妻子是龙雅人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是女儿生下来就被遗传说不了话 为了给孩子治病 王永强就向刘文京借了高利贷 而刘文京多次借着要债的理由 霸凌王永强一家 并多次凌辱他的妻子 那这样啊 我帮你想了一个还钱的法子 我说你老婆 一次算你帮我二百 前几回都算上 够意思了吧 终于王永强再也忍不住 冲出去和刘文京扭打在一起 听到对方要拿刀 恐惧的王永强为了保护家人 进门拿起一把剪刀 半年后 刘文京在ICU长时间不见醒来 他手下车队的人因为车队无法开工为由 找到检察院要求给个说法 这背后自然也有他的村主任父亲在背后指使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审判王永强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大家 我说两句啊 就算明天起诉 法院开庭也是要实现 不是吗 解决不了大家人为之急 大家的困难呢 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以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 给钱的救助 有钱吗 就是给钱 就是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 给大家开工资 刚挂职调到市里的的韩明 也是凭借个人魅力暂时安抚了众人 随后也是在会议上再次讨论本次案件 根据民法典和之前的一些刑事案例 田副检察长和一众检察官 主张以王永强故意伤害作为审判结果 但本次案件的主检察官吕玲玲并不认可 很明显吕玲玲并不想迫于压力 而对这个案件草草定性 但高层主张在期限内尽快完成诉讼 现在两次推回公安裹中侦查 过了半年闹得更大 离选查起诉截止任不到20天 如果抄袭还不起诉 就是违法要担怎么打 田副检察长正想让韩明发表一下看法事 而一通电话让韩明草草离开了这里 好 我们俩先来过来